娱乐中心唐嘉兴报导张学友非常宠爱和珍惜 梅威 图翻设自百度百科在光鲜亮丽的娱乐圈 很多明星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文 然而香港似天王之一的张学友 却仿佛一股清流 不仅没患女友 身上更是没有一点文 三十多年来张学友指 一个人就是他的妻子罗梅威 是他把张学友变痴情男神 然而在了解到罗梅威后 就会发现 唯张学友会如此宠爱和珍惜这个女人 1965年出生于港的罗梅威 因为双亲离婚 从小和婆婆一起生 长大的 所以罗梅威进入娱乐圈后 就与梅艳芳 其任何贯昌夫妇做干爹干妈 和贯昌夫妇在乡 一文介级娱乐圈是很有影响力的 有了干爹干的帮助 罗梅威在演艺圈中可以说是混的风生气 更何况她还是梅艳芳的干妹妹 罗梅威参演剧电影开心鬼放暑假 开始了她的演艺事业 图设自百度百科 罗梅威在当时是大家公认的美女 在1985年参演喜剧电影开心鬼放暑假后 知名度大提升 也成为许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女神 1985年 罗梅威顶替因为其他事情而无法来拍摄的李立真 张学友拍摄电影吃心的我 也许这就是命中注 注定他们会是对的那个人 那个时候的罗梅威 精大红大子 而当时的张学友只是一个出出毛 的新人男歌手 身份的差距总是会让感情出现 狠 但罗梅威认定了一个人 那就会爱到底 为了 护这段刚萌芽的爱情 两人转为地下恋 罗梅威 当年可是很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女神 图翻设字 杜百克然而 这段爱情也并非一帆风顺 1988年 三月罗 威音不堪忍受张学友沉沦 酗酒 正式宣布与张 有分手 据当时各大媒体报道 1988年张学友发行的 与专辑昨夜梦魂中在香港的销量只有几千张 在当年香港的几大音乐颁奖礼上 张学友一依所获 于是 他开始出现在兰桂坊的酒吧 并且染了酗酒的习惯 甚至于在电影拍摄的片场 一可看到他沉迷于酒精 负面新闻不断 张学友早年染上了酗酒的习惯 示意图翻设字百度百科为了罗梅威 张学友知道不能再消沉下去 为了他爱的人 他要振作 他要戒酒 他发誓40岁之前绝对不再喝酒 1988年年底张学友正式重新追求罗梅威 1989年 张学友在发行了专辑给我亲爱的后 开始重新振作 并重返香港乐坛一线歌手的行列 1991年张学友 与罗梅威正式宣布复合 罗梅威果断选择退出娱乐圈 在家相夫教子 1996年2月15日 张学友和罗梅威在英国伦敦秘密注册结婚 走进结婚礼堂 结束了长达10年的恋爱 张学友和罗梅威如经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 是图翻设自百度百科1999年的时候 世界小行星协会 与张学友为一颗小行星命名的机会 张学友变 那颗小行星起名为妹 而妹正式罗梅威的英文名字 学友把天上的星星都送给了罗梅威 难怪娱乐的人都说 罗梅威把张学友变成了痴情男神 网也大赞 罗梅威的确值得被张学友宠爱与珍惜 婚后两人幸福美满 也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如张学友早已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天王 张学友能 今日的成就 也很感谢老婆罗梅威 而罗梅威当果断选择退出娱乐圈 也真了不起 果真 很多事 有舍才有的 如今他们生活幸福美满 令人羡慕